这两天我们这个地方的老南瓜才五家千斤 今儿我去收一百多斤了 南瓜干 叔叔娘娘他们种了一片山的黄金挞子 哎呦 叔叔你这一山南瓜有好多钱 是 几千斤哈 但是你种那么多南瓜卖不起钱 臭小鹿 那不合 你们可拿出去卖一下 这包围板拿药厂不破 不过来水药厂花菜一样种菜 农村的河路都是那个的 在农村住河路做了那么久 你一切都给我锻炼出来了 那些南瓜一个个的好漂亮啊 全是叔叔娘娘他们的劳动成果 大丰收大丰收 哎呦 那个南瓜像石头一样好重啊 都是啊 今年好久都没下雨了 没干到的话你们还要说得多些哈 好 起码还不错 叔叔你们这堆包围板有千多斤了呀 哎呦 有哈 三十十四 五十斤菜斤 可以这一杯要轻一些 八十四一百六十八 一百六十八斤啊 开慢点嘛 一杯要轻一些 那一杯都进南瓜 我又把它背到我们家户居里 火锅边来 一边刷水 一边吃水 笑 一边刷水 中午刮完了 用了挖打开一锅 下次的时间 现在来 骑蟹 哇 好凉快呀 好凉快呀 大功告成 回家了回家了回家晾晒 这个奇迹就装了那么一小倍 哎呀放爆放爆 晾晒这项工作就交给这个四十几度的太阳了 这种太阳最适合晾晒东西了 这种太阳的太阳最适合晾晒东西了 你摘着净南瓜 踩一下在干净之后 有好多南瓜鸡 你来个太阳的速度 三点之后就成效 摘着净南瓜 总说能够多南瓜子 我这里不记过了我们重庆里的太阳 预计的是晒三天结果两天就晒成功了 南瓜干第一次凉晒晒到八成干的样子就可以了 嗯 确皮 13.4mm 内螺豆 27斤 从160斤变成了27斤 乖乖你随心了 没了都还只是个完成品 拿进去蒸了过后再继续的晒 晒到八成干净的南瓜干 吸干净都可以散个蒸了 加一点点盐 加一点点味精 再加一点辣椒面 最后再加一点糯米饭 然后再搅拌搅拌 我准备煮两粘口味 一种麻辣的一种烟雾的 到时候晒出来的来看 到底啥粘口味好吃些 蒸南瓜干 记住一定不要蒸几楼肉 蒸几分钟都可以了 很棒的 好像我老公 有一层四群 一块三一粘口吧 5.7的5.3 一共好的 给我刷一会儿 160斤的南瓜 最后晒出了22斤南瓜干 我来尝一会儿 我的劳动成功 这个味道是不辣的 这个南瓜干吃起来好嚼嚼 非常健康的零食 一点添加剂都没有